来到市场买菜买一项 就要用到一个塑膠络的环境来说是有很大的负担 为了就是到这个减速 市府特别对传统市场开始 加工提供到减速的工作 刚才就是说我们用过的那个购物带 现在可以提供在这里给大家免费来用 还有那个特色我们现在 繁博球所拿出来很漂亮的 这个环保局功能提供的 这个环保带 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免费 最后市府在开玩市场旧行企家会 全部市场的减速周围 当时也夹动到环保新时代的提供 市场委员表示说 这个环保整领不应该是较好还是要完目标 应该对其上市场当中来做起 所以说民众到市场买菜 自己准备到购物带可以优好减速 当时也可以来检查到本色量 已经推行很多年了 但是现在要加大力道的使用 这个环保的购物带 减少塑料带的使用 那配合着环保局跟金发局市场处的一个努力 我们选择在开源市场做一个示范点 当然也会陆陆续续一直推广到更多的市场 传统市场 尤其在传统市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记得再用很多塑料带 但是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环保带 还有家里使用过的购物带 来取代塑料带的使用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对地球更友善 而且减少碳足迹 这回环保新时代提供华东 在5月份开始到10月底 只要自己准备 还是来做这个购物带 来到市场的消费 不然去驾华华华华 就能够到开源市场的主题会会 定位单位来扫描QRQ 贴好到自来后 来跟国务带来合命来上团 就能够来参加到提供 另外当地8月份到10月份的提供 中边是开源市场的300元的购物金 其佛就希望民众得得享用 自己来买东西准备的国务带 减速大家做回来 南天新闻来一下 大南菜方布的